这里是传说中王阳明一生最喜爱的洞穴 当时他在这里写的诗里有这样一句话 洞府人寰此最佳 当年空字费倾斜 意思是天下的山洞就属这里最好 让他苦找 连鞋子都走破了好几双 运须洞里到底藏着怎样的风景 让王阳明念念不忘 洞内石壁上还保留着大量的王阳明 及其后学题刻 再往里走 还有自然天成千姿百态的钟乳石 正午的时候 从眼顶洞口洒落的阳光 如梦如幻 凉风一命而吹 让人的心都随之平静下来 我想当年杨明先生应该也是这样的感受 所以他平定匪乱后 在这里进修 才会天人合一放下杂念 升华精神 发出了破山中贼意 破心中贼男的心声 目前杨明新谷景区已经对外开放了 如果你喜欢杨明文化 喜欢探动登高赏景 那么这里一定值得你来看一看 关注我跟着进进 游龙男